正儿欲聋的引擎声 凌晨五点扰人心梦 改装机车在马路上来回穿梭 在那边逆向啊 跑去啊 还有孩子被吓哭 而这些违规改装车抓到了 就在前方白色小货车车斗上 警方一路追要求驾驶停车 靠边停车啊 原来这群飙仔 从新竹一路黄飙到台中 新京苗栗通宵时 被民众拍下画面 警方一共带回十四车二十人 发现其中不止闯红灯 甚至无照驾驶 未悬挂车牌等等 交通违规九件 另外也涉及公共危险罪 而事件竟又延伸案外案 有人在社群po文底下留言 痛骂通宵镇长贪污败类等言论 被镇长提告 苗栗通宵飙载横行 意外牵扯案外案 记得钟正弦 陈导瑞吴彭新 苗栗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式 我跟您的权划 我也要认为这些小铁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